大家好,这里是一球 今天呢我们再来搞一次投票 上次节目也就是第25期的时候 李子连的尚压模式 我问了大家两个投票的选项 一个是其他球队 一个是继续做AC米兰那个党 观众投出来呢 其实其他球队的多 但是我还是继续做AC米兰那个党 然后有的观众觉得 有一些微词和一些想法 其实我也可以理解了 毕竟投其他球队的人多一些 所以我们这次再搞一次 现在说更公平的投票 我们把其他那些球队都做到选项里 然后让大家投 我大概统计了一下 有哪些球队大家希望我做 这次呢我们把这些所有的球队 包括AC米兰放在一起 来做这个投票 然后最后决定做哪个球队 就做哪个球队 其实我个人来说没有太大所谓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候选的球队有哪些 大家在后面上就看到了 有八个球队的对标 拜仁慕尼黑 多特蒙德 大巴黎 皇甲马德里 利物浦 阿森纳 尤文图斯 AC米兰 差不多涵盖了五大联赛吧 德甲有两支球队 说做拜仁慕尼黑 和多特蒙德人都非常多 然后法甲有大巴黎 西甲呢有黄马 因为巴萨非法师傅的时候做过了嘛 英超呢有利物浦和阿森纳 然后义甲呢有油温图斯和AC米兰 关于AC米兰呢我要说我会提供大家两个选项 一个是AC米兰新党 一个是AC米兰旧党 旧党的话呢我可能就会延续现在立志杰上下模式的后面 这下继续做下去了 如果新党的话呢我会再开一个新党的 跟其他球队是跟其他球队是一样的 投票的方式呢还跟上次一样吧 然后我会在这个视频的下面发出九个置顶的评论 然后呢大家希望我做哪个球队 大家就在哪个球队后面点这个赞就可以了 这个赞的功能呢只有PC的网页端可以实现 所以呢我麻烦大家还是去PC端 我知道有的观众喜欢在手机的APP 或者平板的APP上来看 但是你是没有办法点这个赞的 所以麻烦大家在平板手机上看的观众呢 去PC端的网页去点一下这个赞 最后我只会统计这个赞的个数的 因为我选择这个方式的主要原因呢 是因为其他投票网站 好多投票网站可以刷票 这个方式呢你必须得有优酷的用户名 你才可以去点赞 现在来说可以防止一部分人刷票吧 而且看我视频的观众应该也都是优酷的用户吧 另外呢虽然还有一个不赞 你点了我也不会看的 还有一点希望用优酷这个方式进行投票 原因呢就是我希望大家在评论后面写出来 如果我做哪支队伍的话 你可以给我加一些规则 比如说第一个是多特蒙德 然后你可以在评论后面写 多特蒙德有一些规则 比如说三贯王可以签哪些多元 三贯王可以签哪些队员 两贯王可以签哪些队员 像FIFA15的巴萨商模式一样 但是不限于此了 什么规则都是可以的 我可以参考一下 然后呢加一些规则进来 否则的话做强队 其实可能没有太多的挑战 另外YouTube的观众的方法 其实也是一样的 YouTube也有这个功能 在我这个评论后面点赞就是了 投票的截止时间呢 是北京时间周六的晚上10点 到那个时候呢 我会截个图来统计投票的次数 我会在最新的一期的 上下模式里发布的 还有呢就是因为这个投票呢 上下模式可能会断更一段时间 估计一周左右吧 这期间我可能会只做幸运数字 然后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新的这个线上的比赛的 这个节目幸运数字吧 如果大家不提FIFA16UT模式的话 可能对这个规则 对这个幸运数字的规则 不是太熟悉和太好理解 我希望大家看两期 应该就会理解了 我觉得大家加入进来会很好玩的 希望大家抓紧时间积极的投票 最后我一定秉持公正公开的原则 最后投出来什么我就做什么 好了在这里再次感谢大家 对我节目的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